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怎么办 先问请教分析师吴岳展 展哥好 听众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台北股瘦 当然气势如虹了 那么直接在台积电带动势下 指数呈现跳空往上大涨 一度涨超过600点 当然老师我们帮大家看一下 可能也是因为周末效应的关系 所以今天暴览台积电 五盘稍微有一点点的震大 还有很多的中小型股 其实今天稍微是比较有一点点 被调节的压力 但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接下来的行情 只在今天就结束了吗 就到顶了吗 还是说后面还有好戏可以做期待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很明显 外资回头来 大举的回补了 我们可以视为润做回补吗 今天外资由卖转买 而且一口气大买 566亿 反而投信转卖 晶商零二买 更关键的我们要看外资的空单 因为这波 这外资一路有空到4万多口 结果没有想到台股空不下去 结算之后台股指数还一路的往上做跌高 再加上台积电法说这么的狂 所以外资也在期货空单 开始做了大举回补 五千多口了 现在的进步未降到剩不到三万口 所以阿浩老师来看一下 台积电好棒棒 真的是护国神山 那包含外资这边在走马面上的操作 是不是暗示着 接下来的行情一定还有呢 对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外资的一个进空单 从四万多口降到只剩下两万多口 因为他们被狗咬到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来 各位我们看到这个台积电的部分 所以从左天下他们法说之后 包括说我的Light 其实很多观众没有 都很兴奋 那我觉得兴奋是一回事 但是重点是你真的要把 你看到知道的东西 把它转换成口袋里的钞票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投资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台积电它刚好给我们一个很标准的示范 那叫做下降切线的切线理论 其实有跟各位去报告过 我是在第一线辅导投资人 所以其实我们 我带给各位的这些经验 都是从辅导的过程当中 我把它统合出来 那把那些最复杂的东西都去掉 只留下最简单的 比如说这个切线理论 这个是它的历史高点 这个是它的次高点 最高点 次高点 连接形成的这一条线 叫做下降切线 那下降切线一旦突破 这就突破了 突破之后 我一定会去看它的次高点 如果说这个次高点有手的话 它只剩下一条路 就是回去找这个起跌点 那起跌点它就是历史高点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几乎可以去确认 它就是要去挑战这个历史的高点 那甚至这档股票 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 应该对这几个数字都很熟悉 包括说这个823的多空底线 这个960的这个多空点 还有站上960之后 最重要的是 988这个关门的放狗点 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但是外资其实就是被这个狗给咬到 所以其实988 它一站上去的时候 我是不是在帮各位再补充一下 1040 它是一个续墙点 因为这个1040 我们看这一个礼拜 就是最近这一个礼拜就好 礼拜一是不是中共的军事演习 台积电守在1040 那甚至在礼拜二 这个艾斯摩尔条这样踩车的时候 隔天台积电是不是被压下来 那一天是礼拜三 那个台子旗的结算 我仔细去看 它还是守在这个1040 那我几乎就可以肯定了 礼拜三那一天就可以笃定说 它是一个续墙点 因为这个续墙点一旦站上的时候 各位那就是直接供这个历史的高点 所以其实当你今天看到 它一开盘来到了1095 来到1095的时候 确定已经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 其实回过头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表示说 其实这个市场上 它是充满了很多的机会 只是说我们这些东西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 这个礼拜有看的应该都有看到 如果说你过去来不许参与960 988 那至少在1040这一个地方 它是最后的一个机会点 那如果说你手上的资金 可能不到100万 那没关系就看一夕就好 但是如果说你手上的资金 有超过100万的时候 其实我就用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的经验 其实关键是在礼拜三那一天 礼拜三那一天 怎么样在1040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布局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实战的一个技巧 所以这个技巧 我今天把它分享在我们的Light 所以你前几天 如果说已经有扫描Light的 你现在可以直接按这个178 我是用我个人的一个经验给各位 所以在这个时间里 我还是会请教 我还是会请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不要看台积电 它创历史新高了 它才刚刚打开那个大门 为什么 因为昨天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预期的到 当台积电的法说 是长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加权指数 它今天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来攻击这个上升切线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资压转换点 在23588 在23588 那其实23588有没有连上去 有 它盆中就连上去了 但是连上去 它确定了一件事情 这个叫做阔语行情 这个阔语行情 就是我昨天有跟各位去报告的 你就把它想象成台语叫做木器 或是有人说它是鼻涕虫 你就想象一只蝸牛 它没有杯壳 其实有一点恶心 但是这种东西 是我以前在操作期货的时候 我领悟出来的 每次只要是走这种阔语行情的时候 那种行情才真的很可怕 因为它会像这种 就像是那个蝸牛 这样子一直爬一直爬 它不会说一次爆冲 可是它就这样子 这样子一直连上去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它走这个阔语行情的时候 其实各位真的 你要义务反顾 不要把资金放在 不会赚钱的地方 要勇敢地去赚到你人生 有的财富 为什么呢 各位其实大家马上去联想到的 应该就是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也快到了 不到一个月了 对 这样昨天晚上 道琼他又创历史新高 对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真的一个 这个总统大选行情 真的可以这样五法五天飙上去吗 其实我仔细去看 我们以前在看道琼的时候 我们都只看那个日K棒 后来我看到周K棒的时候 其实他们选举完毕之后 不管是哪一方拿到这个宝座 他们都可以享受到 这一段的一个涨幅 为什么 各位 这个是周K棒 道琼的周K棒 这个是去年的11月 其实你后来会慢慢觉得说 其实人家很多事情都安排好的 人家在一年前就在做布局了 一年前他在11月 开始去做一个拉抬 去做一个拉抬 那拉抬 这一段上来就7678点 来到了那个4万点 4万点是一个拜登政府的及格点 这个之前有跟各位去提过 那这个40005 一旦站上去 重新站往上的时候 各位一比一的对等张点的话 各位 所以这个是他们选举完毕之后 哪一个人拿到都有的一个宝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会鼓励我们的一个观众朋友 真的好好地去赚你应该赚到的钱 可是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很开心 但是一方面也是蛮心酸的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知道 原来扫描这个QR Code 可以直接跟我做私讯 做LINE 那在今天早上11点多的时候 有一位观众朋友 他在盘中他就问我 有一档叫做2017 2017的观田钢 其实我没有在做钢铁股 但是他问我一个很 很 他问什么呢 他问我说 老师这个观田钢 它30块到底有没有机会 可是他现在是12块半 我没有做过这档股票 所以我那时候去查 我还以为他讲错了 那他现在是在12块 他问我说到30块有没有机会 其实他会这么问 他是没有明讲 但是我算一算时间 好像跟那个政达有 预取同工之妙 他已经被套了三年 已经被套了三年 那你从这个12块 要直接再涨到这个30几块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 我们操作股票 其实是看哪一边比较有机会 所以我借着这个机会 跟各位去聊一聊一件事情 你看像鸿海 其实鸿海很多观众朋友 其实在这两天真的很开心 因为毕竟他套了快三个月 不只解套 而且今天也终于开始赚钱了 虽然说赚得不多 但是相较于这个套了三年 但是还在等解套的 我觉得跟各位去聊聊这件事情 可能会对各位有一点点起来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验 我们将在讲这人生的问题 我们不要讲说赚多少钱 我们站在一个比较高的格局去看的话 人生一命二运三风水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这个东西它是一生下来 它就确定了 生成八次就确定了 那命运的部分它会有波动 所以有时候运气好 有时候运气不好 但是风水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真正可以开始努力的 同样在追求财富的过程 也是这样子 一心二运三技巧 各位你要去努力的是在这技巧的部分 那技巧的部分我给各位 因为我在第一线辅导投资人 我觉得当我们买股票要赚钱的时候 我在评估一定是 第一个一定是架构 架构对了 我才会去看它的题材 有没有一个延续性 那基本面只是一个加分作用而已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六九三七的这个天红 我每次在上通告的时候 我都会把我每天的盘后宣估 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祭祀本里面 那这个天红 我在礼拜一那一天我就放上去了 礼拜那一天我放上去 今天它再创新高 让我们简单来看 几天的时间它这样子开始发动 不发动只一发动 就是直接快30%了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各位你注意去看 它是不是架构对 MACD其实一直都在零走以上 可是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 它都没有发动 因为它沉到50以下 它真正开始发动从什么地方开始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所以当我抓到的时候 跟各位去分享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不动 这一动就26% 鸿海三个月开始赚钱 但是赚2% 那我就会觉得把资金放在 比较有效率的地方 特别是当现在 不是没有行情 没有行情的时候 你把它放在那种 那种防守型的股票OK 但是现在有行情的时候 各位行情是一波一波赚 赚钱是拼速度的 所以在这地方 还是鼓励我们的观众朋友 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这个QR Code之后 顺势交易钱 一定要放在会长的股票 那包括说这个盘后选股 这个东西我请各位一定要做 这个真的对各位很有帮助 我把它放在这个祭祀本 祭祀本在这个地方 那178这个地方是每天都要按的 那如果说我刚才讲的比较快 有一些关键的点位 你没有听清楚的话 你可以按这个教学重播的部分 等一下我下节目之后 我就会把这个重播把它放上去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站在一个协助者的角度 各位行情来了 真的好好去赚到人生 应有的财富 大家要加油 好 我们看到这个行情 现在来的是又急又快了 那二老师提醒大家 现在资金要把它摆在 比较有效率的一个方法 怎么样涉续交易 怎么样去找到会长的股票 这些涨的股票架构对不对 怎么去找到它关键的发动点 想要更做进一步了解的话 可以在老社群座里面 有进一步的教学实战操作经验的分享 提供给大家来做盘面当中的操作依据 好 那等一下回来看一下 这台积电到底有没有机会 跟上ADR喷涨的狂潮呢 下周会休息吗 还是直接往1200块来做挑战 进步的操作策略 广回来再为您请教展哥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讲 看一下今天是股会期 今天台币中场是连三升的中场升 8.5分收在32.083元的价位 好 那回到盘面来 想要接着展哥了 展哥我们会帮大家看 因为其实台积电 今天就是一个人的50 所以其实今天的大盘的涨点 多数都是由台积电在做贡献的 直面对这个行情 大家又不知道怎么来操作 台积电 如果之前卖飞的 今天来到了1100 我到底要不要追 或是很多设备果间开高走低 到底我怎么看待后市 你有什么建议呢 OK 首先当然台积电 前高是1080嘛 所以昨天我同学会就说 1080锁住的话 那当然就不会调节 如果1080跌破 是我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890嘛 所以他欢迎全职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调节一半 然后再来看看后续的状况 所以下礼拜 112应该是关键 到底1080会不会变成地板价 是 这是一个观察重点 那当然台积电法座开出来 真的是不错啦 真的好啊 看起来未来五年都很好 因为台积电一向老实嘛 所以他说好应该是真的好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下午又传了一个消息 就是红海要募ECB嘛 然后七亿美金 是 然后转换价三百块 三百块 我说红海现在多少钱 两百多啊 两百零七啊 结果一个转换价三百块 是 正常人 我有两百块的股票 我觉得你会三百 我当时买股票啊 我干嘛买ECB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有很多人有困扰 是 那我们可能 因为消息很 今天才传出来 我们应该市场第一个解析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个人的推测 很有可能是什么 第一个是 一定是特定人嘛 这没有问题 那特定人是谁 我猜可能是微软 因为微软下午再传出来一个消息 是什么 就是微软对于第四季的GB200 就是反正多少我就要 但其实这个延续为什么 因为以前过完 我们在看研究报告的时候 我们发觉 对于这个GB200的那个货款 大厂包含广大 包含红海 他们是怎么做 就是所有的物料我全部买完 然后做完我出货然后付钱 所以是我要承担所有的资金 是 那你想如果300块的转换价 微软去买的话 如果你未来没有到300块 那我就不换嘛 那就是债 你就还我钱 对 如果超过300块 那我就换嘛 因为我也有获利嘛 所以这个就是两银双银嘛 为什么 红海你就不用占现金流 因为红海帐上的钱 大约是一兆 你说付个200亿也不少 对不对 所以这个状况 微软先丢钱给你 让你去生产 生产完 如果你股价后面也涨了 那我就可以换 如果不涨的话 你就还我钱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 可能GB200的需求 还真的是 非常疯狂 可能是这样 OK 那后续我们再来看 然后今天是纯属猜测 睡午觉的时候梦到的 礼拜五我们也轻重一下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常会遇到什么 很多投资人就说 你们分医师都是在 都是讲好的 都是讲对的 长甜都拿出来讲 对 错的都不敢讲 但是其实 有时候你回到生意的逻辑 因为假设你要去买车 你不会开口跟业务员说 你车缺点在哪里 全部指出来 我再来评估 不会吧 业务员出来一定跟你讲 我这在哪里 优点在哪里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消费的时候 跟你在找分医师 我觉得一样的逻辑 那你为什么找分医师的时候 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讲烂的 对不对 但是当然我们就是 与众不同一点 我们就专讲错的 我们今天就专讲错的 给大家看 OK 好 那当然 像这个是我自己的消费经验 真的你说看什么广告 买什么东西 哇 一买来真的诈骗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大家预期会落差 就是这样 看他的影片好像真的很棒 就一买 哇 来 要退货 又退货无门 所以 有时候广告还是要小心 被骗到了是不是 所以你说实际上要看什么 我后来买东西我都是看 真的有评论 真的有评论的 大家都拍照片 什么什么 我就觉得 这买来 我前两天买一个 我就觉得 真的就是 跟我想象的一样 所以其实 在操作上面 我是建议 就是必须 你必须多看 你说真的延续新的看 不要说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跳着看 这样也会有问题 那至于在金融市场 会不会出错 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我们都是凡人 绝对出错 对 我们是凡人就算了 我们也不是什么所谓的传奇投资人 对不对 这个人背景很厉害的 对 传奇投资人是跟谁 跟索罗斯 以前跟索罗斯的前操盘手 美国的投资大佬 他做错什么 他说今年年初初清挥达 是大错误 近期最大的错误是这一个 对 它在哪里 80到95 就卖光挥达了 在这边 现在在多少 140 是 对 这叫我们中文的术语叫什么 卖飞 对 就卖飞了嘛 是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会错 然后最近的新闻在讲什么 巴菲特初清持股 苹果 初清苹果 少赚了多少 250亿美元 人家也是股神嘛 比较尊重的 对 股神也会卖飞 是 股神卖飞台积电 我们就不多讲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讲我们自己 过去卖飞的故事 因为市场上永远都可能错嘛 是 有可能买错 有可能卖错 有可能没买错 有可能没卖也错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讲这一个 买错又卖错的例子 来 森阳办 这一个为什么我们会注意到 其实那时候我是哪里 这边应该是二三月 三月的时候买 为什么我会买 我们跟大家讲 其实一开始我就看 均豪 这是哪里 12月 去年12月新闻 然后再来盛辉 他们都要去 入股 伸扬办 有猫腻是不是 有猫腻啊 然后后来均豪那个时候 来 我们看一下均豪 5443 来 均豪三月的时候 稍微缩小 再缩小一点 OK 这里其实就长一段了 对 它长一段 然后它去入股 伸扬办 是不是有梗嘛 我们就觉得 有猫腻 是 对 然后我们就很想要买 就真的买了 但是你看 那个时间点 如果我们回头看基本面 它的营收 二月份的营收长这样 因为我们买的时间点是 二月营收出来了 是 所以你看长这样 前面这样是不是衰退 对 那时候我怎么知道后面长这样 但是即便后面长这样 营收也没有高到哪里去 是 但是股价喷成这样 说真的你敢吗 这是一个点 好 然后再来你说本益比 当时以前过往多少 二十到三十倍 对 到现在已经多少 八十五倍了 怎么买 怎么办 你怎么敢买 对 所以你说 看到丑马面真的很想买 结果撑了两个礼拜 就卖掉 是 然后过了两个月 噴三倍 噴三倍 所以你说我们就被笑 就说老师多厉害 讲得多厉害 还不是卖飞 真的我们就真的卖飞 对不对 但是又如何 巴菲特也卖飞 对 所以再来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跟大家分享 细微我们讲很久了 细微那时候买在这里 这一天 结果你看买完这一天 隔天一根长黑 真的多长 是最长的 为什么 因为跌停板 直接跌停 那时候现行很丑 真的 对 隔天就跌停 还带亮了 对啊 然后还有同学来安慰我说 老师你要不要先停损 真的长回来 我们再买回来就好了 我说但是我就很喜欢 我说我觉得它基本面的故事 我就很喜欢 我说忍一下 就隔天上来 一根长红 结果这一天我又再叫 其他同学去买 是 结果你看这里有没有 一段 忽然就喷了 所以你说痛苦一天 开心一天 然后就爽 开心起来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里上来 有没有这样算不算买错 没有买错 第一次算买错嘛 第二次算买对嘛 对 但是这里上来你看到最高点赚了多少 43% 不要说我们啦 可能正常人你可能赚个15% 20%就已经很开心要出场了嘛 但是你说赚到43% 我就想说 这个故事我是太喜欢 结果就没卖 结果这里又跌下来 跌破无日线 如果这边我去卖 当时市场状况其实 是有点震荡 对 行情也不好 对 如果那时候我去卖的话 还赚30% 结果我又忍住我又没卖 因为我就对他太喜欢了 所以你说感情真的真的是感情用事 结果你看一路回来 我们买在这里嘛 还套牢 还套牢三天 是 你说会不会被骂死 那时候我们就不敢接电话了 结果你看没卖嘛 我们继续忍着 到现在 创高了 赚50% 对 对不对 那你说当然 什么叫错 没卖是不是错 没卖也错啊 因为如果这边30%我卖掉 回到原本的成本价再买一次 再50% 我两趟变80% 是 是 所以你说什么都有可能错 看对股票没卖也错 找对股票 买错也卖错 对不对 是 所以各种错误都有可能 像台积电 那当然我们讲金字塔 7月23号嘛 对不对 这一天我也真的去买 对 明君隔天要跟我连线 是 他还说 你的策略要不要改一下 我说该什么 我今天就去买 850 对 结果咧 隔天震一震 就被扫出场 你看这一段 哇 头很痛 有同学买了10张 赚20万出掉 如果不出的话 这也是120万 对不对 是 这也是错啊 所以这一遍我们怎么办 我们想说前一遍已经错了 所以这里我就勇敢买 所以我们讲890嘛 对 对那上来 我就想说要不要调节 如果外资都开什么150 我们今天调的就不讲了啦 对 那如果真的我买在890 结果 现在 前面我就 一千块我就卖掉 那到一千二一千三 那我不是又被笑死 对不对 所以其实各种状况 各种错误的可能性都有 是 你说包含那个巴菲特 他当初这个网路泡沫的时候 一个科技股都不敢买 但是你看 大家酸啊 什么跨海来酸 泰晤士报 什么科技人杂志 全部都还酸 但是后面怎么样 重点就是你能不能坚持 自己的操作的思维 跟操作的逻辑 那面对错误的时候 你能不能勇敢面对 台积电第一次卖错了 但第二次勇敢再买 对不对 因为第一次850以下嘛 第二次900以下嘛 对不对 很多人可能850卖掉了 如果900我就不买了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在市场上 现在可能就要再穿高了 如果你前面没有进场 也许你就是犯错了 但是犯错怎么办 很正常 我前两天跟朋友聊天 他说要去算命 我说你50岁之前 生活比较起足啊 然后他说怎么样 他说那50岁之后咧 他说50岁之后 你就会习惯了 所以你说犯错很正常 习惯就好好不好 然后记得 恢复18888 我们送你资料 好 那么更多拍片当中 抽头生意人呢 在这个闪歌的群组里面 没有进一步的